各位常伙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鬼公球 然后我们从这个材质开始讲起 五话说的好呢,一黑,二红,三白,这就是三白 因为呢,具体的名称在视频上我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这个材质啊,特别的容易雕刻 特别的适合于复杂的雕刻 然后我们开始讲一下鬼公球的这个历史 也是分享给各位常有 它是从这个明代就有记载 然后呢,在这个大清康熙的晚期啊 特别流行于王公贵族八旗子弟 这一范围的这些互相的攀比也好啊,装饰也好 然后因为康熙整个时期国力啊,特别的强盛 八旗已经入关了 康熙这个平山丹啊,还有平格尔丹 然后收复台湾 就所有的这个国力啊,特别旺盛 所以呢,他们就适合这个东西盘于腰间 平时在手里把玩,互相进行一个王公贵族子弟的一个攀比 但是到康熙晚期啊,国库就比较的薄弱了 而庸正呢,又是一个特别勤政的一个帝王 他看到这个康熙那个时候国库啊,比较的低 然后很多当时的一些灾患啊,比较盛行 庸正呢,就不让王公贵族八旗子弟玩这些鬼公球了 因为呢,当时这个技术有限 雕刻一个鬼公球 选材啊,雕刻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浪费时间和浪费人力 然后庸正啊,就通过这个官身一体 还有这个当财纳粮 还有一些这个贪定入母的一些政策 让国力迅速的上升 到乾隆时期 乾隆是世界上历史上最著名的官二代、富二代嘛 就是,应该是富三代的 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特别复杂啊 特别创新啊,然后特别精美的一些工艺品 所以到乾隆的时候,鬼公球这个技艺就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然后鬼公球的产品呢,也慢慢的越来越精细,越精美 最多的时候啊,历史记载呢,一共有六十成的鬼公球 就多达六十成是一个特别难,特别复杂 而到了嘉庆 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呢 嘉庆是一个鬼公球深度爱好者 但即使深度爱好者 他有一个他自己最喜欢的鬼公球啊 也只有十三成 就说明这个东西技巧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出来的 到了历史呢 通过这个嘉庆之后啊 道光啊、咸丰就开始国力开始走下坡路了 很多人喜欢的东西就不喜欢这个了 就衰弱了 然后再一次盛行呢 就是晚清 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1915年左右这个时间 美国为了庆祝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开运 然后开了一个万国博览会 其中呢 中国一个鬼公球手艺人啊 姓翁 叫翁昭 就带了一个24层的鬼公球到美国来参加选举 然后所有的国外的一些外国人都看这个鬼公球啊 特别的惊讶、惊奇、欢呼 但日本也是受东方文化熏陶下的日本 带了一个30层的 但这就是属于民间的一个传说 当时翁昭看这个日本带来的鬼公球啊 就是在表面会有一丝不完整的地方 于是呢 他就有一个大胆的做法 把自己的鬼公球和日本这个玩家的鬼公球同时放在了一个温度的有一个温度的水当中 然后随即日本那个鬼公球啊就裂开了 因为他自己是做这个行业 他知道的难度在哪里 如果雕的过薄的话 他就形成不了了 那形成不了 但是他又是完整了 他就推测出来 这个表面有可能是用胶粘上去的 最后这个会议就把这个纪念奖呢就颁给了他 然后当时所有外国人就说这个人呢 经历特别厉害 属于卫博的灯光了 就是说一个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之前呢 以前是有玉字的鬼公球 玉字的鬼公球呢 它指定是雕不了这么烦你了 成数也不可能这么多 而从清朝啊 到这个建国1966年这个期间呢 就手艺已经失传了 到1966年 国家为了推行艺人的一些创会啊 还有一些技巧的突飞啊 他就把这个记忆又重新学到了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这鬼公球是怎么做的 其实一共就是分那么几步 第一呀它是选材 你别看小小 这鬼公球啊它直径啊也没有多少厘米 但是呢它要把 它要从中间取材 它要把脚和这种根部啊都得砍掉 因为它要取一个实心的料 它才可以做成鬼公球 所以呢它的选材就必须要一个特别长的材料 这就是很难选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就是把取材的一个原材料啊 进行磨圆 就给它磨成圆形 然后呢第三步是为了撞孔 因为鬼公球表面它是要属于内调的嘛 它要先撞孔 撞孔了之后呢它要分成 假如呢这一个鬼公球有十成或者二十四成 那它要把这个实心的球磨圆了之后 它要分成分十成或者二十成 翻完成进行雕刻 雕刻之后进行透雕 一共这几个步骤完成之后 整体一个鬼公球才完成 所以啊这是一个特别精美又复杂的一个工艺 而且都是手工雕刻 机雕也是雕不了的 我们看现在我们手里的鬼公球啊 就是通过这一个小小的事物 就可以洞察出来整个清朝的历史 从这个清朝最鼎盛的时期 到中期到晚期 以及乃至到明国 通过一个小事物 我们能够透骨搏进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然后这个表面呢 你看雕的是这个龙 唯妙唯肖 一共是八成的鬼公球 我拿真熟了一下 所以别看这个鬼公球很小 但是说明这个年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晚清或者民国的时候 就可能就会雕一些相对于风景三水的 但这也不会太早 因为雕正的时候 就是让这些王宫贵族们啊 就销毁了很多很多的鬼公球 而且呢严禁把玩严禁进行雕刻 到乾隆后期的时候 到晚清再慢慢的出现 那这期节目呢 我就通过这个鬼公球 讲到这里 作为瓷器和这个古玩收藏的一个小白 教绝他乡长 然后通过一个东西来放大自己的兴趣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注点注和评论 谢谢